尊敬的主義統修大德你想一想 八觀哉戒的功德有多大? 簡單跟大家講 你能夠一日一夜清靜 而來做此這個八觀哉戒能夠念佛 你能夠將來做什麼果報? 六十萬事,一時無憂啊 曾總,把這個大家的螢幕看出來 六十萬事 一時無憂,你想一想 六十萬事 不是六四 六十萬,要聽懂 六十萬事 意思說你能夠獲得什麼樣的功德? 你將來的福報 就是在這個仁天生在富貴之家 浩德之家,浩山之家 世間的福想完了 已經沒辦法再享受了 你要跑到哪裡去? 跑到天堂去啊 天界有二十八成天 在二十八成天裡面從道立天 能慢慢的提升到多率天 從道立天來看 你看道立天的一天壽命在一百年啊 道立天的一天,我們這個世間一百年 還沒其他的 他化自在天啊 多率天啊 誇樂天啊 我那個壽命太長了 這個福報很大 然後如果你能夠把這個福報放下 認真修行 我這個福報,天道的福報我不享受了 因為天道的福報啊 是無常不是永恆的 我要享受那種永恆的 我要放下念佛 你將來往生西方其樂世界 你的福報是什麼福報? 終身終品啊 那個福報很大的 所以你看那個《五量壽經》裡面 第37點大家都知道 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 就是等於阿彌陀佛告訴我們 你在這個世間一日一夜清靜 能夠持災皆清靜 你的福報超過 五量壽國為三百歲 就是超過西方其樂世界 修行為三百年啊 那個福報很大 所以呢 我比較主張那一天當天我們受八關災見 手機也不要去看 看太多很多妥痛麻煩 心很煩清淨心又沒有 所以盡量不要看太多 話也不要講太多 所以在八關災見裡面最主要是什麼? 敬我們的話 不要講太多話 為什麼? 五量節以來我們跟著累劫陰心載主 無邊無邊的這些累劫陰心載主 都是從我們的口言而來的 所以你看傑明廟行菩薩告訴我們 少說一句話多念一句佛 打頭念頭屎 虛如法生活 你想一想 所以話少說一點 從今天開始 該講的要講 該講的要講 不要講太多 比如說管音量啊 跟你太太 對不對 該講啊 嗯 不該講啊 嗯嗯 這個 會產生衝突啊 對不對 你看 所以啊 我常常講 人啊 讀一部經 不如 弱聚一聚佛的教會 你看喔 你讀一部五量縮經 還不如啊 你把五量縮經一聚 你能夠做到 超過你讀五量縮經十步一百步 要記得喔 所以我常常告訴大家 要把五量縮經的想法 變成我們的想法 要把五量縮經的行為 變成我們的行為 你今天念一百步的五量縮經 還不如你把佛陀講一句老實話 這個喔 很重要的